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加速生产 名模英琪的丈夫 高明经纪总经理张世玉也参与其中 出版人严泽雅在个人脸书上称赞 英琪文笔豪且眼光好 选了传产业者当另一半 严泽雅表示传产才是台湾经济支柱 感谢他们带领员工在精进 台湾制造业才没有整个以往中国大陆 严泽雅在脸书上表示 英琪贴文的文笔很好 他特别Google一下英琪和他老公 感想就是他有眼光 同样都是嫁富商或富二代 他知道要选一个传产制造业的 他表示已经很久没看过台湾女星嫁给传产制造业老板 严泽雅说传产制造业中小企业老板 也就是我们俗称做工厂甚至做黑手的 经常要跟师傅一起在机器旁工作 就像英琪所分享的照片 所以不可能像大小S的老公那样当个夜店咖懂时尚 这种老板谈吐 不外机器 景气 员工 我爸我妈还有企业传承 没情趣 当然很难把到名模女星 但严泽雅说 他们经营的工厂却是台湾经济的支柱 感谢他们带领员工精进在精进 台湾才没有整个制造业都移去中国 他也说 最近大家都在给物资生产国家对叫好 其实口罩 防护衣产量可以迅速提升 不只要靠经济部反应迅速 也要靠台湾坚实的制造业基础 从石化到机具到包材 没完整的石化业 绿材与布织布要哪里来 没顶尖的机具业 口罩怎能迅速加开几十条产线 他表示 两千年中国大陆与台湾先后加入WTO 学者专家都大讲特讲两岸分工 讲比较优势 香港就是相信比较优势 才全力发展金融以及其他高端服务业 整个产业空洞化 原本口罩产略